今天的都市现场五千版您将看到 赶江新区阳光大道跨京九铁路 和昌九城际铁路双转体斜拉桥完成转体 为整体工程12月底通车垫定监视基础 正面保质期4天 备年一年 武汉商务超市阴阳标签玉枝菜 被指容易误导消费者 将分窗日期当成生产日期 设施企业是否在各大门店 对标签位置做出优化调整 记者实地探访 商铺遭遇强拆 多名业主称维权6年未果 项目开发陷入困境 拆迁补偿问题难以破解 细织报道 纸面问题揪四丰 敢作善为 抓落实播出后 平乡市安园区成立工作专班 依法解决拆迁赔偿问题 花22万 买的长城未排莫卡SUV 开了才短短两个月 为何故障频发 修了又坏 消费者提出的退车诉求 设施商家如何回应 都市消费倒查 记者维权出击 双11来临 未缓解货应压力 高铁动车也兼职 当起了网购搬运工 老人误闯大货车盲区 被卷入车底 拖行两公里后 奇迹般逃生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我是非遗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在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之韵的指导下 记者体验葫芦灯制作记忆 新修道路沥清铺设不均匀 还没开通就出现开裂情况 您的繁星室 暖星室 站问 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中午好 北京时间11点40 都市现场五间版 准时和您见面 我是主播文俊 欢迎各位准点收看 今天是2024年11月9号 星期六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今天是第33个全国消防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也在11月份 在全国开展消防宣传乐活动 昨天上午 2024年度 全省大型商业综合体 灭火救援实战综合演练 在南昌举行 消防 应急 交通 住建 医疗 电力等部门 共750人参与演练 演练模拟的是南昌市融创贸商业中心 地下商业街 某商铺因油烟管道起火 引发火灾 高温烟气 沿通道向地铁二号线和商场蔓延 大量职工和顾客被烟火围困 同时 火灾造成区域性停电 地上游乐场内过山车停运 有游客被困高空 为全面展示大型综合体火灾事故特征 现场还模拟了高层建筑起火场景 消防队正在出动 请你单位组织人员疏散 启动消防设施 做好消防车建议准备 演练立足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的 技战术重点 难点 划分为灾情初起 单位力量自救 灾情发展 辖区力量救援 灾情升级 跨区域联合作战 灾情控制 全面总共灭火四个阶段 设置火情侦察 营救疏散 高层建筑火灾处置 地下建筑火灾处置 高空救援 跨区域增援等17大科目 总共出动了57台消防灭火救援车 演练中 无人机 机器狗 排烟机器人 灭火机器人 攀爬机器人 无人机高楼灭火系统 远程供水系统等先进装备纷纷出动 大大提高了火灾处置 人员营救的效率 大型商业综合体 具有建筑体量大 经营业态多 人员密集等特点 一旦发生火灾 铺救难度大 人员疏散困难 此次演练 是对我们人员装备 战术战法的一次全面检验 尤其是机器狗 机器人等高精装备 与救援人员协同作战 为今后的灭火救援 积累了宝贵经验 通过参与演练 我深深地感受到火灾的可怕 提醒我们要进一步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加强日常防护管理 提升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都知道 夺命大火往往都是由当事人 无视安全各防控环节失守 所导致的 今年1月 新于加勒院临街店铺的火灾事故 造成了39人死亡 9人受伤 教训惨痛 今天是全国消防安全日 让我们通过影像分析 还原这起重特大火灾事故 发生的经过 时间追溯到2024年1月24日 上午10点06分左右 当时一辆后侧 贴有宁霜冷库工程字样的面包车 停放在新于加勒院小区 临街综合楼门前 车里下来 几名工人分头进入综合楼 10点20分 一名工人将大量方格网状 建筑材料卸载下来 14点35分午休后 工人们继续进入综合楼 继续施工作业 然而正是他们在地下冷库的 违规施工作业 即将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15点20分 地下一层的工人们 正在进行冷库施工作业 与此同时 地上一层的将功电竞 和集兔快递站的人们 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在地上二层 博弈教育培训机构的师生们 正在上课 与他们一强之隔的 巨星园 宾馆员工 也在前台来回踱步 他们并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步向他们悄然逼近 15点23分 一股黑烟裹挟着杂物 从二楼巨星园宾馆楼下的 楼梯口喷涌而出 顺时间整个农烟 就将公共场所视频覆盖 几乎与此同时 地下一层将功电竞门口 一名正在搬动梯子的男子 发现了火情 将功电竞前台的一名女子 得知火情后 迅速跑出去查看情况 这时 二楼巨星园宾馆前台的 电脑屏幕上 显示有农烟冒出 紧接着 滚滚农烟就冲进二楼宾馆前台 很快就蔓延 扩散至客房区域 这时 一层将功电竞的 自动烟杆报警声响起 人们正陆续向外 疏散逃生 农烟很快就覆盖了 公共场所视频 随着烟气的间歇流动 在忽影忽现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楼下的人们找来梯子 帮助二楼的人们疏散逃生 二楼巨星园宾馆的人员 发现火情后 迅速向外逃生 通过起火综合楼后侧方的 公共场所视频 可以看到 二楼博弈教育培训机构 后窗有人试图向外逃生 并呼救 大家极力扒开金属防盗网 却无济于事 从起火现场外围的 公共场所视频 可以看到 黑烟肆意向外翻滚 很快就将整栋综合楼 卷入滚滚浓烟之中 事后调查发现 起火建筑地下一层 与首层共用的两部疏散楼梯 均不是封闭楼梯间 各功能区之间 没有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起火后 浓烟沿着楼梯间 快速涌上二楼的时候 二层博弈教育培训机构 39名师生正在上课 与之一强之隔的 巨星园宾馆里 还有15名人员 他们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情 火最终造成包括地下一层 冷库施工工人在内的 39人遇难 9人受伤 经过调查组 深入细致的调查 这次火灾的原因 是由于冷库 在违规施工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静电 依然可能气体导致的 这起事故暴露出 涉事房主违法违规改变 商柱综合楼地下一层用途 用作出租经营 冷库建设施工单位 违规建设冷库时起火 涉事建筑先天存在 防火风格重大缺陷 教育培训机构和 宾馆违规经营等 一系列严重违法违规问题 昨天上午 赶江新区阳光大道 跨京九铁路和 昌九成继铁路 双转体斜拉桥 完成转体 标志着阳光大道项目建设 迈出了关键一步 朝着全线贯通目标 加速冲刺 阳光大道项目 位于江西赶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 西与桑海大道相接 东至赶新大道 该道路为双向六车道设计 规划为城市主干道 全长约2408米 采用矮塔斜拉桥形式上 跨京九铁路和 昌九成继铁路 作为铁路交通重要通道 京九铁路和昌九成继铁路 车流密集 为最大程度的减少了 对铁路线的干扰 柱桥转体分两端进行 通过智能转体液压迁移系统等设备 以制作中轴为原心 因每分钟1.15度的速度 分辨顺时针旋转88度和80度 稳稳越过京九 昌九成继铁路 在铁路上空实现精准对位 空中牵手 整个过程平稳有序 精准安全 大桥转体施工同时跨越繁忙干线 京九铁路和昌九成继铁路 对此次施工组织和安全管控 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铁路运输的影响 我们运用了BIM技术 开展 仿真分析 通过数字化手段 实现对转体姿态的实时监控 在列车不开行的天窗点内 圆满完成了桥梁转体 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对位 据了解 阳光大道跨京九铁路 昌九成继铁路两座主桥转体就位后 施工团队将边跨线交 及转体部分两体临时锁定 进行合拢断施工 为整体工程12月底 通车垫顶监视的基础 阳光大道通车后 将有效缓解城区互通交通压力 方便城区居民出行 助力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近日 山姆超市卤水拼盆 被报是保质期一年的预制彩 盒子顶部和底部两面 有着不同的标签 这种阴阳两面 各放一个标签的方式 很容易让人在购买的时候 错把正面的分装日期 当成是生产日期 不少消费者因此感到被欺骗 武汉的一位消费者近日反映 他在山姆超市 购买了价值69.9元的卤菜拼盘 上面标注的分装日期是10月20日 并提示在10月23日之前食用完毕 本以为买到的是新鲜馅菜 但是当吃了一半后 却意外发现 盒子底部还贴有一个隐藏的标签 揭开后 发现这盒卤菜实际上是一种 保质期为一年的冷冻预制菜 11月1日 山姆官方校媒体回应 经再次审核和回顾 该商品的标签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会员的购物体验 现已将商品的标签被指进行了优化调整 让会员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商品的完整信息 11月4日 有媒体在南昌珊姆会员店走访 发现仍有部分阴阳标签商品在售卖 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向总部核实 包装的时候会有这种包装的日期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分装之后会有这种分装的日期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反馈 我也会去跟我们的总部那边去核实一下 11月7日下午 都市平台记者再次走访南昌珊姆会员店 看到现场售卖卤水拼弹 泰式凤爪藕拼弹等商品 均已将标有生产日期和分装日期的两个标签 都贴到了正面 而对于珊姆这种阴阳两面 各放一个标签的做法 消费者们也表达了自己的不认同 我觉得还是蛮不合适的吧 毕竟就是有点存在欺骗消费者这种行为 上月期可能是一个时间了 但是他把那个重新开始分装 又是一个时间段了 就是还是混淆概念了 我觉得他不应该那么做 作为消费者的话 我以为是他自己在那里做的 但没想到他是在外面弄过来 他之前就可以放到前面 为什么要被消费者发现之后才放到 像我们年轻人买的话 都不怎么会翻过去看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最近黑龙江哈尔滨的多家餐馆 纷纷发视频 销毁一些使用过的餐具和物品 事情的起因是一对网红夫妇的舌头事件 让商家做出了如此举动 到底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滕景毅和张曼静是一对 山东烟台来周小两口 这对视频博主在网上的账号 滕曼夫妇拥有十几万粉丝 他们在哈尔滨直播自己的逛吃日常时 被网友发现 张曼静的舌头上 似乎长了类似菜花的疹子 网友猜测为尖锐失油 结果事件持续引起大家的关注 医学餐厅在滕曼夫妇用餐后 直接销毁了他们使用过的餐具和物品 面对舆论压力 滕曼夫妇称 舌头上的是食物残渣 随后他们公开了医院的检查报告 并称他们没有患病 据媒体报道 11月4日 哈尔滨文旅局对此事做出了回应称 已经关注到此事 并正在积极了解情况 看着视频就怀疑对方 患有尖锐失油的做法 在医生看来并不靠谱 口腔里的尖锐失油 实际上不是特别常见 尖锐失油这种油 它主要长在肛门跟生殖器附近 如果有担心的话 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的口腔科去看一看 尖锐失油主要由人乳头流病毒感染引起 主要通过性传播 有较强的传染性 但是通过接触患者使用过的物品等方式传播的病逼 在临床上极为罕见 医生介绍 在疫防方面 自身免疫力是对抗疾病的有利武器 尖锐失油在它的早期 是可以随着你的免疫系统的强大 而自动消失的 同时也要接生字号吧 在我国 尖锐失油发病人数在性病中位列第二 患病率在0.13%至0.56%之间 且有增长趋势 接种HPV疫苗 是预防尖锐失油的最有效手段 都视频大记者报道 2023年12月 位于鹰潭龙虎山上青镇的江西省珠环种群重建基地引入了8只珠环 最近江西省珠环种群重建基地再次引入了新的成员 使这一素油东方宝石美环的珠环在基地里攒足了20只 随着一只只珠环扑腾着翅膀离开龙乡 江西省珠彻种群重建基地再次引来了12位新成员 那么在去年已经引入了8只珠环后 为什么今年又要再次引入珠环呢 刘东平博士介绍 种群数量不足 放到野外之后难以进行野外繁殖扩大 种群这次数量的补充将有利于珠环的种群重建 在刘东平博士看来 作为珠环的历史分布区 鹰潭龙虎山周边依然保存着良好气息自然环境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当地群众护鸟爱鸟的意识很好 在过去的一年里 邵天祥除了照顾先期到来的八只珠环的饮食起居外 就是嫁给相机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发现那个活动量最大的是那个B80 它的飞行能力是最好的 萧天祥说 在与珠环朝夕相处的近一年时间里 他发现珠环是一个非常偷人性的动物 珠环这个夫妻感情都挺好的 因为它配对成功了 就是哪怕它受了什么那个挫折啊打击啊什么的 它好像跟人一样 它会互相去安慰一下 就是好像说不要伤心什么的 它们好像就是在那个互相关心对方 更让萧天祥感到惊讶的是 美蜘蛛环是感情非常专一的动物 就是一对夫妻它配对成功了 就不会允许第三者进来 那个它也不会 也就是说它也不会出轨什么的 它就是一夫一妻之 萧天祥说 与这么有灵性的动物相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珍惜希望通过它的悉心照料 能让这些大自然的精灵早日回归自然 都市比那记者樱潭龙虎山报道 江西辅州的虎湾古镇 在明清时期是以刁板印刷业而驰名的 在那个时期是中国的四大出版中心之一 今天咱们就要与江西的一百次相遇 一起来到虎湾古镇 不过今天要相遇的并不是印刷业 而是一碗美味的油面 全世界都认识的这只猴 就是从江西这个小乡镇走出来的 历史上首版西游记小说 在江西京西许弯刻板发行 不过今天不是来看猴子的 而是相遇一晚 立东之后最美味的油面 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油面 你知道吗 说是说他们家的第一桶金 就是他爸爸做油面挣来的 搓条 吊棍 拉丝 二十多项操作 一环紧扣一环 那东以后的口感是最好的 最神奇的是 这种纤细的面条中间 竟然还是空心的 哇 出锅了 一定很入味 醇厚的香味里 勾连出的是辅州面 传承百年的精湛工艺 和独特韵味 也是辅州人在立东时节 围坐一堂 共享热腾腾烟火气的 那份温情 我是李帆 今天立东 我们一起吃 一夜吧 中午好 欢迎走进都市西藏站 近日我省早晚倍感寒凉 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的最低气温都很低 不少地方甚至降到了个位数 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 全省平均为12.2度 比昨天同期上升了2.4度 预计未来北方基本上没有冷空气南下 全省气温将会稳中有升 像是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 全省可达15到17度 不过受高空低槽东移的影响 未来两天 我省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先生 其中今天白天 九江和赣州的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小雨 全省其他市多云渐晴 今天晚上的这片区域可能会有小雨出现 局部地区会有中雨 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渐阴 明天赣中赣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 赣北多云转晴 好了 一下是各社趋势天气 南昌多云17到23度 九江多云14到22度 福州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 景德镇多云转阴16到25度 上饶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 鹰潭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 宜春多云转阴14到24度 新鱼多云14到23度 平乡多云13到24度 吉安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 赣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 一下是部分新市区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商铺遭遇强拆 多名业主称维权六年未果 项目开发陷入困境 拆迁补偿问题难以破解 系列报道 纸面问题揪四封 赶坐善为 抓落实播出后 平乡市安园区成立工作专班 依法解决拆迁赔偿问题 花22万买的长城未排 莫卡SUV 开了才短短两个月 为何故障频发 修了又坏 消费者提出的退车诉求 设施商家如何回应 都市消费倒查 记者维权出击 大家好 我是李林玉 传统的老花镜 只能看镜 不能看远 走路 开车 还不能带 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 看远 看镜 都不清楚 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 好眼镜 我平时喜欢跑步 喜欢骑自行车 还喜欢游泳 我五十岁以后 就发现眼睛慌了 看远处的看不清楚 看近处的模糊 看运动手表 那更是看不清楚 跑步就是属于瞎跑了 所以说家里人 也老在提醒我 说你这个年龄也大了 眼镜看不清楚 就不要出去跑了 然后自己在眼镜店 就买了一副老式的花镜 戴上解决了看报纸的问题 但是不能运动 运动起来戴上它 就看不清 头晕 跑起来也不可能 是边拿到老式花镜 边看 然后边跑 很不方便 后来看到超司力的广告以后 就到超司力店 配了一副超司力 超司力真是好 解决了我看远 看近的问题 我现在戴着超司力 骑车 跑步 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自己骑了多少公里 心率是多少 配速是多少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有太阳的话 这个超司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不用带这带那儿了 很是方便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司力 远近 一体静 看远 看近 只需一副超司力 再也不用来回换 超司力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健腰丸的 专要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健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您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仁 大森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输筋健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巢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知名问题周四峰 赶坐善为抓落石系列报道 前段时间 平乡市安园区的几位市民 在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荣媒问证平台干问上 发帖反应 2018年当地的一个 开发改造项目 在没有合规手续的情况之下 将他们的住宅和商铺 进行了拆除 几年时间下来 他们四处维权 可是六年时间过去了 相关的补偿依旧没有落实 10月13号 我们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节目播出之后 事情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1月1日 都市频道记者再次来到 平乡市安园区采访 凤凰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 2018年 凤凰街道的北桥村 因村部破旧落水 需要进行整体改建 改建项目设计 平乡市食品公司家属楼的 34户住户和10户店面 当时 相关部门制定了征收方案 并和34户住户 以及两家店面业主 签订了征收协议 还剩下8户店面的业主 拒签协议 剩下8户店面 因为不同意 当时的征收 价格 而举行协议 通过一段时间的协谈 都会达成一致 开发商就考虑到 房屋的安全问题 将硬围档 将围住了这段楼 这41楼的店面 不能均匀 目前 这8个店面 还没有完全的拆除 房屋征收工作 一直没有完成 之后 改建项目 苏龙大厦的开发商 平乡市 家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资金面又出现了断裂 造成该项目搁置 目前 平乡市安园区 成立了 以区领导为组长的 苏龙大厦项目 推进工作专班 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凤凰街道办事处 也聘请了律师团队 积极与区法院沟通 并已经向区法院提交了 与开发商解除协议的申诉材料 下一步 街道办还将和八户店面业主 线商解决安置赔偿问题 为了更好的提进该项目 我们并请了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这八户店面进行评估 积极争取市区 住进部门支持 完善手续 逐步提进该项目建设 交付 之后我们将对八户店面 继续继续沟通协商 在一发一规的情况下 妥善解决该问题 记者还从安园区住坊 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苏龙大厦开发项目实施时 未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为按照国家省市 相关规定及程序进行征收 导致项目未能如期完成征收工作 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局一反三 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下一步呢 我局会积极对接市住坚局 和省住坚厅争取政策 将该项目纳入 城中心规划改造范围 二是对全区今后 所有设真猜的项目 提前对接和指导实施单位 做到依法依偎 征收和拆迁方物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最近南昌的消费者沈先生 给我们打来电话反应 自从他手中的这辆 长城未排汽车买回来之后 让他是伤痛了脑筋 这辆车一直是大小毛病不断 不仅给生活出行 没有带来便利 反而还让自己的烦心事也是不断 到底怎么回事呢 消费者沈先生告诉记者 这辆长城未排摩卡小车 是2022年1月份在九江一家赛斯店购买的 花了22万多元 是一辆科技感拉满的SUV 可是车子买来才两个月就出现了问题 我的手机通信路是正常使用 用到二年的两个多月 3月21号就连接不到了 连接不到了 我就多次反馈到这个SX店 SX店每次就找各种理由借口 他说我原来就是说手机问题 我就用我的手机 试它其他几款车型 就是说摩卡系列的都用不了 坦克马上就可以连接 这总部跟SX店永远就是说 尽量解决 尽快解决 到现在两年都没有处理结果 沈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驾驶时出于安全考虑 习惯用手机连接车载蓝牙 拨打电话 可现在的问题是 车子虽然连接上了蓝牙 但是通讯录和通话记录 无法显示实现不了 拨打电话的功能 此外这辆车原本还可以 使用手表感应打开车门 但是在现场测试 这项黑科技功能却并不太零 它拨印坏的时候 就是站在这旁边不动 它这个明慧 一进一出会夹到手在这里 因为它原来是这样的 它拨印就在1.5米 正常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拨印40那时候 就这样一进一出就夹到手 在现场测试时 除了车门 后备箱的开启也有问题 它的拨印呢 拨印这样一按的话 它就会开嘛 它按不到啊 409 可以拨印一下 它就自动门就会 拨印到了开来 我们就拍了三个视频 证明我车子失灵 车子停放三年维修 它技术部分 它都没有检查出问题 沈先生说 当时买车时 就是奔着4S店主打的 车辆科技配置 但是实际的用车体验 却没让它感受到丝毫便利 不得不对这款车的质量 画上了一个问号 沈先生告诉我们说 为了这事呢 它是前前后后地 忙活了近两年时间 各个渠道 各个方法都用了 市场监管部门也投诉过 但就是不奏效 那么车辆的大小毛病 究竟何时是个头呢 4S店和长城汽车厂家 又是什么态度呢 接着往下看 为了了解何时相关情况 随后记者陪同沈先生 来到了目前负责这辆车 售后的4S店 青山湖区明安路上的长城汽车 南昌圆兴4S店 这位售后经理告诉记者 长城汽车厂家技术人员 曾到店针对这辆汽车 进行检测 对于沈先生关注的 无法使用车机 拨打电话的问题 他们发现 是因为沈先生 手机通话记录过多 才导致中控无法显示 也影响了拨打电话功能 而对于车辆的开门感应 和后备箱问题 售后经理也进行了回应 经过现场协调 售后经理表示 3S店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长城汽车厂家 品牌方面愿意出于客户关怀考虑 给予车主一定的补偿 因为他一直打厂家投资 一直打一直打 天天打 打了这厂家的时候算了 这个东西我们给客户关怀金 善意补偿一下 善意补偿一下 这个事情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但是对于这个补偿政策 沈先生表示拒绝 他要求退车 但也遭到了3S店的拒绝 对方表示没有达到 三包退车的条件 目前沈先生正在考虑 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帮助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接下来是健康提醒时间 一起进入今天的 清血小课堂 血液粘稠有三高 怕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的朋友 快看清血小课堂 清血小课堂 是由清血专利 要清血八卫片冠名播出 清血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清脑好 大家好 我是阿志 首先我想问问大伙 你们觉得 现在患心脑血管疾病 都是多少岁 六十七十岁的老人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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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根据中国中青年 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 数据显示 40到49岁人的患病 高风险人群占比例 最多达到34.4% 而20到29岁人数占比 已经达到15.3% 大家都看见了 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年轻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再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南长西湖区的小陈 他是一名厨师 今年才21岁 有一天他下班以后回家休息 突发急性心梗 摔倒在地 等到家人发现以后 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 由于送到医院前 拖延了整整八个小时 小陈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肺水肿的情况 躺在病床上都躺不平 虽然做了急诊冠状动脉 介入手术 小陈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后续需要卧床 长期药物治疗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专家通过对病例的研究发现 这些患者大多都有 像抽烟喝酒 熬夜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就是因为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使得我们血液当中的指示垃圾 无法及时地代谢出体外 沉寂在我们的血管壁场 使得我们的血管狭窄 最终造成血管的堵塞 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后果 那是相当严重 对于个人 家庭 社会 都是沉重的压力 所以不光是老人 年轻人也是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另外要有意识地 及时清清血 清清体内的血液垃圾 清血的概念在猛医中早有记载 在猛医经典甘露四部当中 有一位方记 骚血普清伞 其主要的治疗思路 就是利用多种凉血清热 活血化瘀的药物 共同配物 达到以气血双条 活血通弱解毒之功 血液清澈了 身体才会更加健康 猛期清血八卫片 它的前身就是骚血普清伞 血液清澈 血管通畅 才能更好预防心梗脑梗的突发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就说到这儿 感谢猛期清血八卫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 血年血仇有三高 怕心梗脑梗中风天摊的朋友 请记住 锁定我们的清血小课堂 稍后您将看到 双十一来临 未缓解货印压力 高铁动车也坚持当起了网购搬运工 两人误闯大货车盲区被卷入车底 拖行两公里后奇迹般逃生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卫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清血八卫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卫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 专精 成就了 输筋剑腰丸的专要专制 强筋骨 疲疼痛 输筋剑腰丸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你是否正在遭受腰椎尖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仁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输筋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潮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明呼我为 心连心 网络问证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干问平台 坚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效 全媒体曝光推动 你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任 干问平台24小时 为您守护 近日中国民航开始执行 东春航季航班计划 记者发现 今年第四季度 被往热门目的地的机票票价 同比下降了7% 机票价格的下降 也带动了旅游市场的火热 查询网上机票价格可以看到 近期许多线路的机票价格折扣都挺大 比如惠州到成都 下周的最低票价在300元左右 去北京的机票 往后一周也有两折的客价 机票价格还不到400 记者走访惠州市旅行社了解到 因为机票相对便宜 再加上惠州机场出了一些新的线路 目前秋冬季的旅游市场逐渐活热起来 前来咨询和预定的电话量比往年同期上升了20%到30% 旅行社介绍 目前国内国际机票酒店价格都有所下降 正是旅客出游的好时机 与往年同期相比 惠州今年旅游线路的价格稍有下调 降幅在15%左右 受惠于机票的一个降价的 所以的话像现在我们去成都旅游的话 常规的一个产品的话 大概是在3500块钱左右 然后东北 因为现在比较早期的一个东北游的话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因为早期它的当地的一个机票 酒店还有接待的费用都是比较划算的 大概是在4500到5000块钱之间 相对于往年来讲的话 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来的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 旅行社还针对目前的旅游市场和环境 为市民量身打造了一些旅游产品 这也提升了年轻人 以及家庭旅行的出游意愿 因为我们也针对着这些机票 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这些产品的一个设计跟规划 就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机票 它明显都低过于高铁票的 那我们可能会一些丁字类的 一些小包团的 这段时间的咨询量跟成就量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一些三五个家庭 想一起出游的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们出一些赏课票 看哪个行程段的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在集合当地一些地址的服务 做到一些比较跟非常规划的一些渗入吧 眼下正是双11的网购高峰期 货物物流的运输压力是不断的增加 特别是沈阳到北京之间的货物运输尤其繁忙 为了缓起货运压力 沈阳北站每日首发的第一班冻简列车 就在近期做起了兼职 动简列车全称叫做动态检测列车 是配备特殊设备专的用于铁路线路检测的高速列车 双11期间平时不再客不拉货的动简列车装上后五 在早前第一时间从沈阳出发 一站直达北京 助力电商快舰快速抵达 像这样的兼职不只是动简列车 目前沈阳地区平均每天运用一打二十列高铁载客动车组 五列动车组预留车厢和三列高铁确认列车 以及73列普速克车的行律车运载货物 方向覆盖北京 重庆 广州 上海等地区 列车兼职还可以助力辽宁的河蟹 野生菌 果蔬 牛羊肉等农特产品 更好销往全国 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持续打磨高铁挤送 钻研送等高端产品 为客户提供特色化产品 差异化服务 以最高时效满足客户的发运需求 同时充分利用高铁运能 加强与税丰 京东等快递物流企业合作 大力开展成绩兼批量快轿的运输服务 满足电商运输需求 《都市平台》记者编辑报道 这段时间 双十一大促 不少市民都沉浸在收取双十一快递的还乐当中 也就在此时 骗子也盯上了大家伙 想要获取优惠的心态 不小心就会让你掉进诈骗的陷阱 浙江宁波北伦区的赵女士 就是因为扫码领取福利 结果被骗了22万余元 日前 赵女士来到宁波北伦小港排斥所报警 称自己被骗了22万余元 他说自己是借到了一个陌生的包裹 里面有一张礼品卡片 按照他们的要求可以获得20元的现金 还有一个洗衣液的大礼包 据赵女士描述 一开始他按照操作真的领取到了洗衣液 这让他信以为真 便继续按照对方的要求做任务 取得了相应报酬 但是想要提现的时候 却发现资金已经被冻结 无法提现 对方就要求他进行加大投入 才能把之前的资金再进行解冻 之后就从银行把自己的一些存款提现出来 下载了网上的同城运货订单 运送到指定的地点 记一次现金还是无法提现 对方又让他试试寄到新的地址 就这样 赵女士寄了四次现金 共22万多 依旧无法提现 最后 赵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便去报了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砍办中 公安机关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 不轻信网络陌生人的话 不点击陌生链接 不轻信向他人进行银行转账 并且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 在遇到可疑包裹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发现包裹内有可疑现金 一定要马上停止运送并立刻报警 都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说到宠物 大家一般都会想到像猫 狗 或者是禽鸟 鱼龟等等 还有一些喜欢新奇特别的朋友 会拿蜥蜴 蛇这些当作宠物 而最近在年轻人当中 兴起了一股养宠物石头的新风潮 被当成宠物之后 原本是静默无声的石头 在年轻人的眼中仿佛有了生命 成了他们的新头号 找一块石头给他打扮一下 用纸片做个房子给他一个家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养一群 让他们互相陪伴 在社交平台上 许多网友晒出自己养的宠物石头 他们给宠物石头起名字 为他贴上眼睛 戴好帽子 并制白小窝 还有网友会给宠物石头化妆 穿上漂亮的衣服 有时候带出去露营游玩 拍美美的照片 因为宠物石头不掉毛 不用溜 省去了很多养传统宠物的麻烦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我买来之后 我就想看着它很像一个小蝌蚪 我就叫它蝌蚪 就给它起一个名字 这样的话会更亲切一点 这个就有黑眼圈 就像我们自己的设计的一个职业 那我们就叫它设计师 这个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 然后平时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办公桌 或者是我们的书桌上面 和书桌上面 然后就是做一些装饰 比如说像每天上班下班的时候 可能打个招呼啊 刘先生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他告诉记者 自己从今年初开始 喜欢上了宠物石头 现在已经养了一堆 这些石头 有的是从河边前回来的 有的是在网上买的 他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 给这些石头进行精心装扮 主要是养这个小石头 就是不用费劲去处理它 不用去清理它 养其他小宠物的话 还要打理 而且成本比较高 我们养石头的话 成本比较低 也不用怎么清理 看来有特点呢 我们就有手机 因为它每个石头网 它都独一无二的 网购平台显示 今年以来 被孕养的宠物石头 越来越多 特别是八月份以来 宠物石头销量分涨翻倍 消费人群者 集中在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宠物石头的售价 也稳定在五元至六十多元之间 随着宠物石头走红 也衍生了许多周边产品 像专用的装饰 小窝 别墅等 都有不错的销量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 宠物石头除了集中在线上销售 南宁一家石头艺术制作工作室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从今年二月开始 宠物石头火了之后 线上的销量一路走翘 他们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提供颜料设计图案等个性化的服务 我们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每个月销售平均大概有2000单左右吧 2500单左右 最基本的一个宠物石搭配 就是一块圆的石头 要搭配一双眼睛 所以这个成本呢 大概是5块钱左右 然后具体呢 根据石头的大小 其次就是它的眼睛 草帽 还有它的草窝 整体搭配的话 它的成本应该到达了 像这一组 它的成本应该到达了22块钱左右 心理资学师认为 人们花钱养宠物石头 是一种情绪价值消费的表现 宠物石头新鲜有趣 在石头平台传播流行较快 也融入了一些创意 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 李买在心理治疗过程中 也会用到原石 它冰凉的感觉 能给人以平静舒服的感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进行情感转移或压力转化 我们很多人喜欢养花养草 喜欢养小狗小猫 那所有对于活体生命的动物 其实对于我们饲养者来说 需要经历的是生老病死和照料 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 我一边要工作 但我一边要照顾活体的生命 对于它来说 可能有更大的压力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宠物石头 那刚好符合它这种需求 我既可以进行情感的倾诉 那么我又可以免去 很多照料的麻烦 比如说我有一些残艺 我会画画 那我会手工 那我完全可以通过 我自己养的这个石头 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 那么它可以满足很多 个性化发展 这一部分群体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养的这个宠物 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都市平台记者编辑报道 近日广西贺州的一名七旬老人 在横穿马路的时候紧贴着大货车的车头 被卷入车底拖行了大约两公里之后 老人奇迹般的逃生了 监控画面显示 11月4号上午10点14分左右 在贺州黄田镇 站前大道一路口附近 一名驾驶员拎着东西 快速跑向停载道路主干道的货车 上车后迅速启动车辆 此时 一名老人正好走到大货车的正前方 大货车启动后 老人被卷入了车底 当事人中大爷称 被突然卷入货车底后 情急之下 他抓住车底的车梁 货车行驶了大概两公里 在车速减缓后 中大爷才鼓起勇气 放手逃生 事故造成他身上多处擦伤 初步检查是没看到有明显的损伤 但是的话 他肢体 躯干 船身多处都有损伤 我们需要排除这种引力性损伤 来进一步评估他这个病情恢复情况 为确保中大爷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民警表示可以协助他申请医疗垫付 和道路救助资金 同时提醒广大驾驶员和行人 行车和行走时 一定要明白大货车存在盲区 这一安全隐患 以免造成险情 接下来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组 资讯快报 近日省级地方标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立规范 经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发布 将于2025年4月1日开始实施 这也是江西省发布的首个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领域地方标准 11月11日南昌干江新区首条需求响应式公交 将在如乐湖区域试点运行 该线路开收班时间为早晨7点30分至晚上8点 两元一票至 11月11日至12月11日 乘客可享受支付一分钱乘公交活动 近日全国美丽县城名单 在2024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论坛上发布 其中宜春市铜鼓县成功入选全国美丽县城榜单 近日南昌摇湖通用机场四字代码CSYH货批 这是国内首家通用机场货批四字代码 昨天全球首台斯浪6500令型力环卖动高梯度磁选机 在赣州亮相 该机由赣州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 实现了单台处理量最大 单吨耗能最低 选矿能效比最高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 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3% 其中鲜菜价格上涨21.6% 猪肉价格上涨14.2% 今年1至10月平均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3% 国家税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自12月1日起 在我国民航旅客运输服务领域 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航空运输电子课票形成单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我是非遗传承人周末特别节目 在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之韵的指导下 记者体验葫芦灯制作记忆 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加油 找到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融与 我是海霞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正当其实 我是朱迅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事半功倍 补费在立东 全民共行动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经常咳 咳得全身没有力 谈多谈延 总像堵这一口气 气短气喘 喘得上气没下气 反复咳 谈喘 你的肺功能在减弱 你知道吗 光止咳化痰还不够 补费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费完 补费益气 止咳平喘 补费补强肺功能 来补补费的 补强肺功能 咳 止得住 谈咳的出 气闯得顺 养无疾牌补费完 补费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席 干啥都给 太阳拜博 关注口腔 种植三十一年 让普通的种牙 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 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 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 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让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牙齿要重好 还是选拜博 11月16日 第六届南昌国际 齿科博览会盛大开启 厂家直销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国内知名齿科专家 联合会诊 一站是解决您的牙缺失 牙不齐问题 县全省征集全口 半口缺牙患者 免费口腔摔查 报名领3800元补贴 缩票热线0791-8770-3668 8770-3668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证 书筋健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健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书筋健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您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重症患者 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仁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健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潮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 0602 400888 0602 赶快行动吧 4到12岁 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现样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 拦路虎 及时防治 健康热线 8665个3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轻轻轻轻 专要轻烘鞋 祝您烘鞋轻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鞋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轻轻八尾片 专要轻烘鞋 祝您烘鞋轻 心脑好 梦奇药业 今天的加油收藏 我们继续来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着 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制作技艺传承人 李志运老师 体验葫芦灯制作技艺 第一步就是体验 如何在葫芦灯上打孔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葫芦 是已经经过处理了的 底部切出了一个圆孔 接下来看看李志运老师 如何知道我的同事江月 继续进行创作 先打着一圈 把位置固定了 固定的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不容易打得跑出来 因为已经固定了 一个周边的一个线条 然后把中间的那个孔 也可以打掉 所以我觉得做葫芦灯 其实就是打孔 这个就是一个点线面的 一个结合 和这个到底是葫芦难雕刻呢 还是这个竹子难雕刻呢 竹子难雕刻 竹子它密度更高一些 是吧 对 像这个葫芦它木质 它稍微松一点 而且它表面也没有 纹路也没有那么硬 对 竹子它会硬 你不用力的话 它下不去 可以滑 行 只要没有竹子 那么硬就行了 为了让打出来的孔更圆 不会跑偏 李志颖老师用铅笔 在葫芦上先画出了图案 这一圈要打多少个洞呢 这个不确定 你大概按照那个距离 眼睛看起来差不多 每个样的眼睛差不多的 你看 比方说 你看 我打打打打打 打到最后的时候 它可能对于远一点近点 我们大概打到这个距离 到这个距离 开一个接头的时候 我们提前就注意了 这个打一个 我大概听说有时候 打三个 刚好合适 我们就打三个 如果是打三个 太远了 我们打四个 初学以为打孔的时候 要慢 实际上并非如此 否则就会一个孔大 一个孔小 稍微用力一点 速度快点 滑下去快点 你闻到有什么香味了吗 对 葫芦本身天然的 那种烧了以后的 那个香味 挺香的 这是纯天然的香味是吧 对 你现在看见 米跟差不多一样的 解决了速度的问题 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们要打孔的方向 是正前方 葫芦是圆形的 所以稍不注意 这孔又会打歪 因为你 现在你不很熟练 你下刀的速度越慢 它可能 之间矿动的速度 可能机率会越高 对 你看 你突然一下 就打得很快 你看我前面两个 就是一直感觉 自己很稳的在下的 不行 它那个圆就不对 然后反而你迅速地 下去了之后 它那个就更圆了 对了 它的速度会越快 越快的话 它可能是磨起来就会更圆 下针的时候一定手要去直 去直 这样 这样跟鞋毛不断 这样下去 你这样鞋的下去 但是我比如说 我换那个角度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正着的 因为可能 但其实实际上 它是已经偏了的 所以我现在看这个角度的时候 觉得有的是正的 然后有的 它那个就是 它透过的是 要歪着才能看透过的 那这样的话 它透的光 其实就是歪的 它你这样平面看过去 它不歪 但是鞋的看是有点歪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全省72小时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17到23度 明天多云17到25度 后天多云17到25度 九江今天多云14到22度 明天多云转晴15到23度 后天晴转多云14到23度 宇春今天多云转阴14到24度 明天多云14到23度 明天多云14到25度 明天多云14到24度 明天多云15到26度 后天多云16到27度 新雨今天多云14到23度 明天多云14到24度 后天多云14到25度 辅州今天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 明天多云16到25度 后天晴16到26度 鹰潭今天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 明天多云16到24度 后天多云16到25度 景德镇今天多云转鹰16到25度 明天多云15到26度 后天多云14到26度 上饶今天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 明天鹰转多云15到22度 后天多云15到24度 吉安今天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 明天鹰转多云16到26度 后天多云17到26度 赫州今天多云转鹰14到25度 明天多云16到24度 后天多云18到26度 南昌今天多云17到23度 明天多云17到25度 后天多云17到25度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滇池湖冰湿地也是吸引了众多候鸟前来越东 云南昆明市滇池高原琥珀研究院 为了更加精准地观测与保护这些自然精灵 正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长期观测鸟类 在昆明草海大坝 成群的红嘴鸥上下翻飞 作为昆明月东候鸟的明星物种 每年对红嘴鸥的观测统计必不可少 你能数清楚这里有多少只红嘴鸥吗 传统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都是 基本上都是定点的 然后拿着望远镜从左往右的扫描 这是昆明市滇池高原琥珀研究院 最新投入使用的AI智慧鸟类观测方法 将无人机飞到100至120米高空后 逐渐接近鸟群 并在距水面约60米高度的地方 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飞行航线 对水面上的红嘴鸥进行视频拍摄和记录 计算机识别系统仅耗时几十秒 就能够识别观测范围内的红嘴鸥数量 是约2000多只 我们是分为A B C D四个航线 四个航线来做一个固定的一个巡航 那它主要是适用于比较开阔 然后鸟的这样的一个种群很集中 数量很大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机 每天的早晚两次的这样的一个固定起降 获得实时的一个影像数据 我能够更准确更高效地获取我们滇池的 红嘴鸥的种群的数量的状况 这是10月30号捕捉到的一段鸟叫声 通过声纹图谱识别系统 确认为一只仓鹿 因为鸟的名叫它是有自己的种群的 物种的一个特征的 然后同时也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个算法 然后把它的一个物种信息给它收集和整理 还有为我们后面的生态学做进一步的一个支撑 在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的监控室里 电脑屏幕时时显示着大坡口水域内游动的水鸟 每只水鸟头上的标签都清楚地显示着它的名称 这是基于AI的鸟类智能监测新技术 高清摄像机2022年起在滇池大坡口 实现初步示范和应用 通过每天早中晚三次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扫描 然后把整个在它的视野范围内的鸟类的物种组成 以及它的数量都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收集 我们现在在滇池的北岸已经有七个摄像头 然后在滇池的西岸和南岸的话 也增加了三个摄像头 潘民介绍滇池是冬候鸟的重要跃动地 每年冬天进洪水欧就有数万只 过去开展人工观测和技术 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时间 现在通过无人机加声纹图谱识别 加高清摄像机的AI智慧鸟类多元观测系统 不仅解决了传统人工监测技术成本高 效率低 数据碎片化等问题 更有效提高了滇池鸟类多样性监测效率 实现了长时间序列的鸟类持续观测 稍后您将看到 新修道路厘清铺设不均匀 还没开通就出现开裂情况 您的繁星室 暖星室 站问 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请请收看都市现场五肩板 蒋老师 戴的什么眼镜啊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 一体镜 超视力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只能看近 不能看远 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 超视力不一样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看远 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 看书 走路 开车都能戴 没错 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以前看手机 看小字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 眯起眼睛 但还是感觉模糊 看不清 戴了超视力以后 看远看近 一副眼睛就够了 款式时尚 还显年轻 超视力 镜扁胶定盘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全面采集时光数据 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用眼需求 生活习惯等 一对一亮身定制 度数更精准 佩戴更舒适 近视 老花 远视 散光 一副眼镜全解决 还可以叠加变色 防蓝光 防眩光等功能 近视 老花 就戴超视力 远近 一体镜 我自己戴了 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一百多家专业定制中心 遍布全国 静电免费燕光 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视力复查 眼镜保养全免费 近视 老花 看远 看镜 只需一步超视力 配镜专线400-100-6565 400-100-6565 我是海霞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正当其实 我是朱迅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事半功倍 补费在立东 全民共行动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中医说得对 酒壳会伤费 只壳不补费 咳嗽很难退 咳嗽老不好 你要补补费 飞补好 咳敢跑 气端气喘要听好 人活一口气 靠的是肺有劲 只肺一没劲 感觉就差一口气 气端气喘没个完 请用一盒补费丸 补强费功能 给费加把劲 费有劲了 好喘气了 频传道路千万条 记住补费这一条 这一盒补费丸 传承600年 养活鸡牌补费丸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就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蟹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蟹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蟹 祝您红蟹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蟹 祝您红蟹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干门天下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 外卖小哥呢 已经成了街头巷尾的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无论是烈日当头 还是寒风刺骨 他们总是骑着电动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风雨无阻 为人们送餐 近日一家骑士爱心超市 在釜州市的域名大道上 举行了街牌仪式 街牌仪式现场 从事外买工作的小哥们 凭借自己在不同渠道 获得的积分 成功兑换到了自己心仪的商品 这些商品涵盖了 生活用品 食品等多个方面 极大地满足了 小哥们的实际需求 而这些积分 都是他们通过 社会服务和业绩换来的 提升我们起手 就是说 为了住建这个城市的一个 良好的一个风气 我们起手也参与进来 包括路边有小广告了 如果我们起手是动手铲一铲 我们也给积分 大家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共同治理 工作当中 也更好地去激发 起手 对这个退送岗位 服务行业的一个服务意识 从而也让他们工作得更加愉快 兑换一些小孩子吃的零食 像我们起手上班比较忙 就很少出来给小孩买点零食 挺方便又比较实惠 确实不用花一分钱 积分兑换制就是平时靠我们的服务和好人好事 还有加上我们的跑单数量积分 据了解 这是福州市首次尝试通过积分制度 来激励外卖小哥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这一机制的推出 不仅为外卖小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服务社会的平台 更在无形中增强了他们的坤属感和责任感 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多方筹集物资和资金 在全省率先建立起手爱情超市 通过这种形式 给外卖起手送去温暖和关爱 下一步 市场监管部门将一路既往地 关心关爱关注这帮群体 在重要的节假日时间 通过组织各种活动 给他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胡峰提供 从8号到12号 一场备受瞩目的全国性足球赛事 新长征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高水平 综合改革试点区足球赛 在赣州渝都县开赛 足球少年们齐聚一堂 展示着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对梦想的追求 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 更是一次青春与梦想的碰撞 新长征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赛 是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西省教育厅和赣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由来自大连 沿边 济南 郑州 成都 碧杰 武威 淡州 等八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高水平综合改革试点区的16支队伍参赛 这些球队将通过这次比赛检验自己的实力 争夺最高荣誉 比赛一开始 足球小将们就在立英场上展开了激烈比拼 大家团结协作 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激烈的比拼 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手比较强 然后被他们先进一球 但是很快 我们迅速调整状态之后 通过进卫球 通过脚球 我扳平了比分 下半场打开之后 就三比一获胜了 作为运动员来讲 无论是落后还是领先 我们都应该奉勇拼搏 到最后一刻 比赛最后一刻 然后取得胜利 这张写 此次比赛为期五天 11月8日至10日分 AB两组进行单循环赛 11月12日进行排位赛 比赛期间 大家还将就校园足球高水平 综合改革试点区建设经验 开展专题交流和专家讲座 前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重走长征小道 观看大型红色纹驴史诗 长征第一度等 为校园足球注入长征精神的伟大力量 语读台李门访 一号报道 近日 九江庐山风景区 在古岭镇街心公园里 摆放了5000多盆花卉 引来了过往游客赏局品秋 火多现场 庐山二次出立于花海中 金色的金橘 紫色的荷兰橘 像是精心布置的彩带 粉色的五星花 如同点点繁星 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游客们纷纷驻足 手持手机或专专业相机拍下美照 定格秋天 从11月6日至11月14日游客前往庐山风景区古岭镇街心公园游览 独可参加采菊东笔2024庐山花卉悠然级活动 漫步秋菊花海最想庐山秋景 庐山台公志兴报道 秦南筹判 我帮你办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干州南康区十八堂乡内朝村的明先生反映 他家旁边正在新修一条路 现场没有做降尘处理 车辆运输泥坝时灰尘很大 村民都不敢开窗 家里全是灰尘 西安吉州区二建新村花院小区的居民留名市反映 小区分为二建和新村花院两个区 中间有一堵围墙 隔壁就是新村花院小区 实际上两边是通的 中间有一堵围墙 导致通道很窄 现在新村花院小区在改造 希望把围墙拆除 上饶鄱阳县四十里街镇四十里街村的王先生反映 266香道正在改造 路面进行了加固 铺设沥青 但是沥青铺设的不均匀 还没使用就有开裂的情况了 上饶岩山县鹅湖镇凤来村的刘先生反映 家里自建的房子已经很多年了 五六年了都没有办到房产证 想策理咨询 说是都没有办下来 刘先生觉得不合理 月嫌 家住南长西湖区广润门住宅小区 同兴认的李女士反映 小区改造后 在楼梯上安装了照明灯 但只开了几天 后来就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节目播出后 严统向社区工作人员回应 是因有人撕接电线 承款局把不规范线路减断 导致楼道灯目前未亮 接下来 一方面是通过居民自愿 居民自家门口楼道灯 切入自家变线解决 另外 社区也已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中午的都市现场五间版 就是这些内容 明天同时间 再会 视频欢迎认识 到手为这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